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道泰国美食 叫做泰铺罗 用五花肉煮出来的泰式卤猪肉 方法怎样做呢? 非常简单 来看看 泰式卤猪肉呢,我们有放鸡蛋 今天呢,我选用三颗鸡蛋 今天呢,我来教大家煮一颗不黏皮的那个鸡蛋 怎么煮呢? 就是先将我们三颗鸡蛋放入冷水里面 然后呢,用中火慢慢煮一煮它 大概八分钟 这样呢,我们的鸡蛋 当我们拔出来的鸡蛋壳呢 会非常容易不黏壳的 记得搅拌搅拌一下它 鸡蛋蛋黄呢,就会在中间那一边啦 OK,大概八分钟过去了 现在我们就捞上来 放入我们的冷水内 看我们的鸡蛋 没有爆的 这个方法呢,适合那些将鸡蛋放入冰箱 然后要拿出来煮的 如果马上放在热腾腾的热水呢 保证鸡蛋会爆哦 煮泰式卤猪肉的材料呢 就有蒜米、白胡椒粒和两个香菜根 首先将香菜根切成小小片 方便我们来捶它 我们先从白胡椒粒开始捶爆它 捶爆后,我们就放入我们的蒜米和香菜根 也是一样垂到碎碎的 今天呢,我选用600克的五花肉 将我们的五花肉切成一片片 记得切的时候呢,不需要切得太小块 大概这样尺寸就OK啦 因为我们要熬它蛮久一下的 所以要猪皮可以放猪皮 不要猪皮可以拿走哦 现在热一热我们的锅,用中火 当油热后,我们才放入我们刚才锤打好的那些材料 下去炒一炒它,炒到包香为止 包香后,将它拿上篮后放在另外一边 用回相同的锅 放入我们的椰糖 大概五汤匙的椰糖今天我用 然后用中火小火慢慢熬它 记得加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方便我们的椰糖融化 然后记得一直一直搅拌搅拌它 当我们煮椰糖又变成caramel的时候呢 我们要领域一下火候最重要 而且呢,如果看到它的颜色已经变到比较啊 黄色比较暗一点的呢 就将我们的五花肉拿下去炒 记得不要炒得太久哦 那个椰糖不然的话它会烧焦的 炒一下下去就可以了 好了过后呢,就放入大概1000ml的水 过后呢,记得搅拌搅拌一下 因为我们的caramel蛮粘锅的 搅拌搅拌 这样呢,caramel就不会粘锅了 继续煮煮到水滚为之 水滚后才会放入刚才我们炒好的那个中好的材料下去 倒入6-8汤匙的鱼露 然后搅拌搅拌一下它 过后呢,当我们的水已经热腾腾了过后呢 我们才放入刚才我们煮好的鸡蛋 放下去跟我们的炸豆腐 不要奇怪,这麽鸡蛋刚才明明是三粒变成两粒 因为太饿了,所以说头吃了一粒 搅拌搅拌它一下 过后呢,继续煮大概一个小时 在煮它的一个小时里面呢 记得一直搅拌搅拌它 这样呢,我们的鸡蛋才均匀那个颜色 OK,一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放入一汤匙的黑酱油 然后搅拌均匀 继续煮大概15分钟就可以了 这道菜是不是非常容易呢 不需要其他的那些香粉啊 那些spice的 所以说这一道菜大家可以试试做做看 保证喜欢 OK,好了 我们的泰式乳猪肉就大功告成了 准备上桌哦 如果喜欢着我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 一个share,一个subscribe哦 下一集要煮什么 下一集再见哟 bye